地雅頭 家庭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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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家庭家庭 菩提斯波哈 菩提斯波哈 春花秋月兩茫茫 水淨山賢人自茫 惆悵一生能幾許長江憂恨 戲惆悵 謝謝各位 幾句閒言一部戲表 書接前文咱們繼續西遊 這部西遊記 跟您說到唐僧師徒來到玉華州 九九八十一難 第七十三難 叫做失落兵器 上回書跟您說 這哥爾仨把兵器失落 那麼找到玉華州附近 七十里路 爆頭山虎口洞 有家妖魔 原文上寫呢 黃獅精 黃毛獅子精 那麼這哥爾仨呢 找到爆頭山虎口洞 變化成小妖的模樣 雕鑽古怪 古怪雕鑽 沙河上 辦成這個買賣的客商 用了這麼個計策 把自己失落的兵人 叫失而復得 拿到手中 而且呢 打敗了這個黃獅精 這位黃獅精呢 落荒而逃 往東南方向逃下去 宋空 嘱咐諸八戒沙河上 窮叩莫追 放火燒了這座洞府 另外呢 把洞中所有這些妖魔 進階斬殺 皮毛剝下來 這多好的皮草生意 那 生意堆死士擱在洞裡頭 把洞裡的所有的細軟 都打點好 這黃獅精好幾年 宰下來了這家當 全被 宋空一大包皮 包裹起來 啊 剝下來這些皮毛 塞在這包皮裡頭 包括 上個月得了一個美人 狐狸精 現剝狐狸皮 也塞在這大包皮裡頭 上個月給您說了 宋空把這大包皮 往身上這麼一扛 哥兒幾個把 爆頭山虎口洞 放著這麼一把大火 然後駕雲而起 回轉 玉華州 回到玉華州的時候 天色將晚 西洋西下 這個時候呢 城門還沒有關 這位玉華王呢 正跟三藏法師在爆沙庭 等候送空的消息 三位小王子在旁邊陪著 府中這些文武的官員 都在這兒爆沙庭等著 大家張目自望 往半身空中看 早就這麼半天了 天色將晚 怎麼還不回來 看著看著就聽在半身空中 有一個熟悉的聲音 激撩激撩的 師父我回來了 話音一落 孫悟空啊 暗下雲頭 這哥三 來到師父面前 雙手合適 師父 師父師父 我們回來 孫悟空把這大包皮 往地上這麼一割 玉華王 還有這三位小王子 府中 所有這些人 包括三藏法師圍攏過來 孫悟空啊 把這包皮一解 師父 得勝而回 您看看戰利品 包皮打開呀 往地上這麼一鋪 嘩 這包皮裡面的東西 散落一地 這大王子一看 呦 師父 您這是 打劫去了 您還是打獵去了 這裏頭又是瘦皮 又是細軟 又是金银 這您從哪弄來的 好徒弟 你師父多大文理呢 啊 這都叫酒貨的戰利品 是怎麼怎麼回事 孫悟空把以往的經過 這麼一說 那洞中啊 是個黃包射子银 讓我們哥哥撒個家跑了 我們呢 把洞府這麼一燒 洞裡面所有的西人 都拿過來 另外 這些妖國的皮毛 封給州中的百姓 天裡亮了 做點衣裳穿 這多好 玉華王在旁邊一看了 哎呀 神僧法力無邊的 降妖捉怪 可喜可賀 不夠 這玉華王低頭 看看這包皮裡面 這些戰利品 欲言又止 看得出來 心裡面 一則以喜 一則以憂 高興是很高興 兵刃也拿回來了 而且 把洞府剿滅 殺了這麼多妖精 得了這麼多氣軟 那當然是高興 但是一則以憂 欲言又止 不過 看看孫悟空 哎 輕輕的這麼一探 宋空在旁邊一叫 嘿 王爺 甭擔心 您是不是擔心 那妖怪跑了 沒給他抓住 哎 神僧了 我正是擔心此事 斬草不除根 恐怕留有後患 而且後患無窮啊 宋空一看 嗯 王爺 您放心 俺老孫 變化身形 在山路之上 曾經遇見一個 下勤儉的妖怪 長得 青面紅髮 拿這個拜俠 裡面有勤帖 俺老孫當時 看過這個勤帖 裡面寫著 這個勤帖 是要送的一個 他們自稱叫祖翁 九陵元盛 而且 情帖 最後落款的時候 這黃獅巾呢 自己 稱呼自己 叫門下孫 黃獅 燕老孫看來 這九陵元盛 不知道是什麽妖怪 大概 如果 這暴頭山虎口洞 是個黃牢獅子巾 這九陵元盛 了不起 是頭老獅子 王爺 王爺 您別害怕 這妖怪 往東南方向逃去 俺老孫看 估計 是去找這九陵元盛 王爺放心 明天一早 醉石後天 估計這幫妖母 就要殺到玉華州來 王爺 有俺老孫 還有這倆師弟 在這時候 我們還交三徒弟呢 您這三個 小王子 本領高強 而且鐵匠們 把兵刃都已經打造好了 您放心 嚴守城池 降妖捉怪 有我們哥三 您擔心心 哎呀 全都仰仗神僧的 玉華王心裡面聽了 稍稍放了點心 但是還是擔心的 那九陵元盛 是什麽樣的妖魔 本領到底多大 不知道 那麼按下孫悟空 師徒一行在玉華州 和這玉華王三位小王子 如何交代 這個書不細描 翻回頭來 咱們單說這個 爆頭山虎口洞 這個黃詩經 黃詩經拜走 往東南方向逃窜 離開這爆頭山虎口洞 往東南而去 的確 是去找這個九陵元盛 而且書中代言 這位九陵元盛 住的這個地方 叫什麽呢 您可記住了 西游記上給他編的名字 萬陵竹節山 離這爆頭山虎口洞 千里之遙東南方向 萬陵竹節山 山中有座洞斧 叫什麽呢 叫九曲盤環洞 這個名字呢 起得非常好聽 而且呢 有寓意 到底裏面什麽寓意呢 留到後面再講 咱們先把前面這故事 講完 後面咱們再細皮細解去 那您記住這名字 萬陵竹節山 九曲盤環洞 洞中這位妖魔呀 正是九陵元盛 那麼這黃石精 一路敗逃 逃到千里之外 九曲盤環洞 到了這九曲盤環洞 天色已晚 這個花斑石的洞門緊閉 人家已經關門了 這黃石精 拿著自己這四名大鏟 一伸手啪啪啪 一敲這門 把手動門呢 裡面有小妖 看門的 在裡面一聽 這麽完了 誰敲門呢 誰敲門呢 我 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了嗎 你 你誰呀 聽不出來 天色已晚 洞門已闭 有什麽事 我 黃石 呦 您怎麼來了 這洞門裡面這小妖一聽 爆頭山虎口洞的黃石來了 不敢戴王 趕緊把洞門一開 打開這洞門一看 果然 是這位黃石精 倒提著自己四名大喊的 神色慌張 你是畜生 趕快給我開門 呦戴王 不知道是您來 您怎麼親自來了 您 您家裡那蓝脸 剛來一下請帖 我們老代王說了 在他留這兒 住一晚上 明天一早 我們老代王帶著我們 跟您家裡的蓝脸 一塊回去 您不是明天開丁爬會嗎 這黃石一白手 不開了 到底開不開啊 這黃石精 連連白手 別問 代王 明天 開這丁爬會 是不是特別隆重 要是怎麼 您家裡蓝脸下了個請帖 然後您不放心 您要親自來一趟 您 您 幹嗎 這麼慎重其事 不就是個丁爬會啊 明天一早我們老代王 肯定去 您回去先 杜志斌 您怎麼這麼多廢話 速去通報 告訴老爺子 我來了 別問 哎 是是是是是是 這小妖不敢多問了 撒腳如飛往洞裡的禀報 洞中 這個九零元盛 已經準備安歇了 第二天早上準備 參加這個丁爬盛會 看看自己這好孫子 辦這麼一場丁爬會 要去覆宴 老爺 在這九零元盛 剛脫了一場 剛要躺下 這小妖撒腳如飛 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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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 皇獅來了 啊 您那好孫孫 到頭山的皇獅到了 哎呀 我這孫孫 做事也 特意的氣心了 派個手下人來 送個情茧 還不放心 还要亲自来一趟 快快快快 说实话 坐起身形 把自己衣裳穿好了 把他们家那蓝脸叫过来 他家主人来 有小妖下去 把暴头伤呼口洞 夏勤姐那蓝脸也叫过来 这蓝脸掺着这个九龄元圣 往外迎接这皇师 这皇师脉步已经进了洞 看见这九龄元圣 把自己手中这四名大侧 往地上这么一扔 一撩跑 爷爷 突然一扔 跪倒在地 跪爬了这么几步 爷爷 爷爷为我做主 这九龄元圣 孙子 何必行此大礼 明日丁爬会 准备如何了 爷爷 别替丁爬会了 我让人给欺负了 爷爷你可给孙儿做主 好 此话从何说来 一切起来 慢慢讲 是 这皇师 战起身心 沾沾眼泪 爷爷 是怎么回事 不是前天晚上 月色皎洁 这两天月亮都特别的好 我竟看见朋友圈里 他们晒月了 小孙子说 我也打算出去 赏赏月 前天晚上我嫁云子离开洞府 我出去赏月 我一看 月光如洗 真漂亮 我走来走去走去走来 赏着赏着月我就忘了 走得离洞府远了这么一点 到了玉华州了 我站在半旋空中往玉华州 一看 玉华王王府之中 光芒四射 霞光万道锐彩千条 小孙儿我下去看看 一看 静悄悄一处院路 这院子里面搭着彩棚 里面搁着三样兵器 霞光锐彩 都是这兵器放出来的光芒 小孙儿我一看 这么好的兵器 空荡荡的院路搁在这儿 这多浪费 所以孙儿我一想 我就把这三样兵器 就都给拿回来了 哦 就是要偷啊 也可以叫偷啊 所以我就是顺手 把他们都拿回来了 拿回来我打算 在洞中 办这么一场 丁爬会 这丁爬呢 就是这三样兵器里面 一个特别的漂亮 九个尘 精工细造 而且 好像这个上面还 欠着金丝 哎呀 太漂亮了 您是没瞧见的 我打算把它 供奉好了 明天请您呢 到我那儿去 赴这丁爬柜 另外还有两个 一个是 大铁棒 带着金箍 也是精工细造 还有一个是木头杖 上面欠金丝 漂亮极了 爷爷 您哪 是瞧不见 我爸没想到 今天 我那俩小妖 雕酸古怪 古怪雕酸 我给他们二十两银子 让他们买猪啊 买羊 另外 我还让东东的小妖 准备干鲜果品 弄点提拉米苏 弄点茶呀 明天好办这场 听茶会 没想到 这俩小妖 雕酸古怪 古怪雕酸 带着猪带着羊 回来 把那买卖客商 也带回来 非要看这三样兵刃 看见这三样兵刃呢 突然之间 他们就变了 变成一个 满脸毛雷公嘴的 这么一个和尚 另外呢 还变了一个 刚踪善腕 大黑猪模样 好吓人了 最后那买卖客商 把帽子一摘 感觉也是个光头的和尚 满脸的晦气 和这三位 看见这三样兵器 迈不向前 抄在手中 布隆芬说呀 跟小孙儿伯打斗一处 我问他们是从哪来的 他们说是从什么 东土取经的和尚 叫三藏啊 是三藏的高徒 他们叫什么 也没说 和跟我这的打呀 孙儿伯这 四名大伞 敌不过他们仨 因此拜阵而讨 爷爷 您 您可要给孙儿伯破除 这九龄元圣 站在这儿 听这黄石经啊 一五一十 把事情经过这么一说 哦 孙孙啊 孙子 你怎么敢惹他们仨呀 你像这北京话这做枪 孙子 变换不同的读音 变换不同的轻重音 出来的语气 完全不一样 孙子 咱们就别学这个了 这九龄元圣一指 这黄石经啊 哎 这三个人 你也敢惹啊呀 爷 您认识他们 嗯 认识 这这咱们什么人呢 哎 就你说那个 刚松善儿 长得他野猪相仿 又黑又胖的那个 嗯 换作猪八戒 另外 满脸晦气的那个和尚啊 换作杀和尚 哎 这两个人当初在天庭之上 做过官呢 我 都曾见过他们 不过 这两个人的本领 倒在其次 唯独那种满脸毛 雷公嘴的 是不是 个子很小 没错 三十来高不足四十 骨瘦如柴 就一小猴啊 哎 你莫看他是只小猴啊 就这只猴儿 哎呀 那是闯祸的祖宗啊 你敢惹他 哎 孙儿啊 这只猴儿 就是五百年前 大闹天宫的 孙悟空 齐天大圣啊 慢说是你 诸天天神 十万天君 都奈何他不得呀 到后来 还是请 小圣 二郎 险上身军 到此 太上老君 暗中 打下金刚镯 这才将这猴儿擒火 放在太上老君 八卦炉中 烧了七七四十九天 一根毫毛都被众伤寸 这只猴儿 你敢惹 好孙子啊 我哪知道是他们 我不认识 我就看那兵人挺好看的 我哪知道惹出这么三位来 这九龄元生 一生长叹啊 此事 不好办的 爷爷 爷爷您可给我做主啊 我是孙子辈儿的 我打不过这仨人 我不丢人哪 您是爷爷 你看我们这手底下人 管您叫老祖 您就是我们这儿的祖宗 您还能怕这三位吗 爷 老父 道也不惧啊 怎么啊 你 今天 到了此处 天色已晚 就在我这儿 朱吉尔山 九曲盘桓洞 暂住一宵 明天 老父与你报仇学恨 爷 别等明天了 您赶紧跟我 到我家里看看去吧 那三位 拿着我冰刃 再和我手下那些孩子们 打起来 唯恐有个闪失 爷 求您 您辛苦 您辛苦 您现在就跟我回家一趟 瞧瞧这怎么样 这倒是 来呀 把我那几个孙子 一同换来 祸 孙子还不少 小妖 听见九龄元圣 说了这么一句话 赶紧到洞府各处 把九龄元圣 这个九曲盘桓洞中 剩下的这些 孙子辈的 妖精 有叫巴的 一共多少位 一共六位 所以 这九曲盘桓洞中 老妖怪 就是这九龄元圣 手下呢 还有六 六名小妖 这小妖呢 也不能算一般的 喽啰那种小妖 孙子辈的妖怪 一共有六位 这六位是什么 全部都是狮子 所以 爆头山虎口洞 这位 黄毛狮子精 九曲盘桓洞中 这六位 也是狮子精 什么色的毛都有 杂毛狮子精 来 您别看小看这个 您可记住了 西游记里面写 这是一窝杂毛狮子 那我提醒您注意这 我今天提醒的后文书 慢慢再给您洗脾气 那 今天提醒两个处了 一个是 这个山和洞的名字 万灵竹节山 九曲盘桓洞 一个是西游记原文写的 这帮妖魔 是一窝杂毛狮子 那么这九龄元圣是什么 九龄元圣 就是老狮子 有九个脑袋 所以换做九龄元圣 九龄元圣一声令下 剩下这六名 狮子精 一起来到九龄元圣面前 一看 呦 七弟 你也来了 对呀 那还一位呢 黄毛狮子精呢 这六位过来 给九龄元圣 十礼 孙门儿们 老七家里摊上事儿了 咱们少不得 要辛苦一趟 到他家中看 爷 不是明天才去的吗 明儿是有丁扒会 有吃有喝 明天再去 九龄元圣八手一般 丁扒会 看来开不了了 今天 随老夫走上一走 那么这六名狮子 各有名称 西游记里面怎么写呢 脑狮 血狮 那 名字里面都明确告诉你 是狮子 那 一个叫脑狮 一个叫血狮 这脑是什么 犬油旁 一个温柔的柔 就是脑 就是猴 还有一个意思 引申出来的 就是迅捷 速度很快 脚节 身形脚节 叫脑 所以 老大 就是脑狮 大概 就是行动迅速 身法皎节的 这么一种狮子 老二 是血狮 从这字上看 白毛狮子 后面这个 就特别一点 老三叫什么 老三叫酸泥 那 如果熟悉中国典故 龙生九子 有一个叫酸泥 但是其实 酸泥是什么 酸泥就是狮子 中国古人把狮子 有好多称呼 其中 狮子的另外一种代称 就是酸泥 但是把它放在 龙生九子里面 这算龙足 可是长的模样 还是狮子 如果你要想看 隔壁博物馆 就有酸泥 为什么呢 我隔壁博物馆里面 放一排黄色的琉璃瓦 有好多人来参观博物馆 都问 这一排瓦干什么 那 那个黄色的琉璃瓦上面 每一块琉璃瓦上面 蹲着一个 洞 那 这个东西呢 放在 大殿屋脊 叫脊少 按照等级排列 数量呢 从多到少 但是都是单数 最多的 九个 如果你要想看 故宫 太和殿 是最完整的 九个动物凑齐了 前面加一个 仙人骑凤 那也有 建筑书上面写 叫仙人骑击 我觉得仙人骑击的 特别难听 都已经仙人了 你俩那骑个凤 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不对 这叫仙人骑凤 所以仙人骑凤 在前头引路 然后从仙人骑凤 后面 排列九个动物 然后这九个动物 排列完了 最后站一位 带翅膀 尖嘴 手里拿这么一个东西 杵着地 这个东西 能要熟悉 中国小说呢 神话小说里面 经常有这位 叫雷震子 某部 不如留的小说里面 写过这个 这个 在毕人这部书里面 就是雷公 其实就是雷公 但是 脊兽里面 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 建筑学上 管他叫什么 叫杭石 就特别的合理 就是前面有九个动物 他排的第十个 杭石 这个神将就叫杭石 那么前面这九个动物 包括千人骑凤 后面这杭石 加了一块十一个 数量最多的 就是太河电 这十一个是七的 如果等级降下来 这宫殿的那个 不那么重要的 往下降等的话 从后边往前减 所以九个 七个 五个 三个 一个 一个的比较少 三个的 比较常见 那三个五个 如果你要是想看呢 待会三个书 趴在我这城关堂外 手以栏杆 往下眺望 我下面呢 这有座王府 绿琉绿瓦顶子 脊兽呢 是五个 亲王级别 那么这个 有好多人看见我 那个博物馆里面 放着一排 这个脊兽 然后一数呢 中间是动物 九个 然后就跟我说了 老师 这个是龙生九子 很多人到故宫也是 你看那个 那个 垫脚 屋脊上面 立的就是龙生九子 很多导游都胡说 当然导游的话 千万不要信 我跟我的学生 老说这个 就讲到四合院的时候 万般痛恨的一件事情 就是 有人介绍这个导游 介绍那个门堆 和上面的门簪 叫门当户对 我真的亲耳听到 就在后海一带 蹬着三轮 然后那个带着外地游客 到那门口上 我跟你说 上面这两块木头 四块木头 这个叫门当 下面那两块石头叫户对 太恶俗 从来没有这么说话 那个就叫门簪 下面就叫门堆 或者叫门诊石 哪有门的 门当户对 是门的样式 门的样式 没有一个构件 叫门当 一个构件 叫户对 导游他没有 没有什么说的 他就得瞎编 所以千万别信 但是有些不良的电视台 也信这个 比如咱们 咱们本地 本土电视台 基本上把他戒了 这电视台里面那天 有朋友说 这电视台里面放了一个片子 介绍北京的四合院 里面就用导游这套画 上面这两块木头 叫门当 下面这两块石头叫胡堆 传播错误信息 一致于此 所以珍爱生命远离电视 多听评述 尤其是闭人说的 但是那不是龙生九子 那是什么呢 就是九上动物 大头第一个是龙 第一个就是龙 后面是凤 第三个就是狮子 所以捡到最后 剩这三个 也照样有龙有凤有狮子 那么这个 这九上动物里面 龙凤狮子 海马天马 谢智 酸泥 其中有龙生九子之一的酸泥 然后还有什么呢 谢智就是独角兽 过去玉矢盐 补符上面秀的就是谢智 善于明辩是非 那么这个谢智 酸泥之外 还有一个什么呢 叫斗牛 再有一个叫鸭鱼 一共九个 这是几兽上的九个动物 那那个龙生九子 那就众说纷纭了 说法太多了 那古人自己记载的都各不相同 那就说我自己家里面有的书 我自己喜欢明代的一个 文学家这个人叫张奈 张宗子 我不知道现在高中的 孩子们那个语文书里面 还选不选他的文章啊 他的小品文写的极美 那我最喜欢他的胡心廷看学 那对吧 书上 语文书上应该选 应该选了 这位张代张宗子 自己编了一个小百科全书 叫夜航船 那这个夜航船里面 就提到龙生九子是什么呢 他说的 按照张代的说法 夜航船里面记载的 这个龙生九子呢 各有一号 头一个就是碧系 啊 好负重 所以你看到驼背的那个 那 像龟 但是头呢 是龙的样子 那个叫碧系 好负重 再有一个呢 叫吃吻 建筑上有 那乌脊 正脊的两端 有两个龙一样的东西 张着嘴 咬着这个乌脊 然后尾巴翘到上面去 那中国古建筑 那个大型的建筑上面 这乌脊两端都有这个 那个动物就叫吃吻 吃吻 好高 所以坐在乌脊上面 那再有一个什么呢 再有一个叫 坝下 坝下号水 所以坐在桥上 石头的拱桥上面 有龙的那个头 在那里 那个就是坝下 那 那还有什么呢 还有叫 碧案 碧案号威 虎头的样子 所以监狱里面 多塑造这个 那 这是四个 还有什么呢 牙字号沙 叫牙字必报 所以坐在哪呢 坐在宝剑和刀的那个吞口 上面 有龙的形状 那个就是牙字 那 还有什么呢 那 饕铁号石 顶上面 铸造的那个神兽 那 这是其中一个 六个了吧 那你们数着 我这数学头 那 再有一个 酸泥号烟 那 张黛夜行团里面 写金泥 就是金黄色的酸泥 就是黄毛射精 就是金泥 就是酸泥 酸泥 耗烟 耗烟火 烟气 搁哪 都是香炉腿 我这香炉 这个没有啊 碧人 家里面有这香炉 是 狮子的腿 或者您到宫殿上 看 大型的香炉 下面拖着香炉的 都是狮子的样子 那个就叫酸泥 所以碧人说书 以前说刘公案的时候 学了一句词 那 形容这个武将 往这一站 熊秋秋气昂 叫什么呢 牢渣酸泥腿 挺站虎 标区 所以你说评书的词 多讲究 为什么小朋友 我建议你们 多听评书 尤其碧人说的评书 而且中国 中国人的语言呢 很多 有些口头文学 很多语言 保留在这个评书里面 那 你说 你说这人往这一站 那 要把背直 也行 但是你 你换成这个 牢渣酸泥腿 挺站虎 标区 听起来就不一样 这就是语言 那 这就是中国人的 口头的语文学 那 那么这个是酸泥 几个了 七个了 七个了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呢 叫焦图 那 花焦的焦 图案的图 这焦图什么 焦图号 咸 不是 不是喜欢吃口中 这先生 这个咸呢 是门字块 里面一个木头的木 然后呢 很多人 看到这个字的时候说 哎 这个焦图啊 喜欢悠闲 错了 这是两字 悠闲的闲 门字块 里面一个月亮的月 我们现在简体字 为什么小朋友 你们现在语文课 当然写卷子 照样还得写简体字 但是我要说 你必须认识 所谓的正 繁体字 应该叫正体字 那 就是过去这俩字呢 当然可以通用 但是你要明确讲的话 这是俩字 那 门 里面一个木头 和门里面一个月亮 这个意思多明显 那 门 关上以后 你看 那门字块 本来就是两扇门 一关 然后里面割一个木 就是防范 所以 门子里面一个木 这个弦是什么意思 防弦之一 为之防范 所以说 焦图好闲 是他善于防范 搁在哪呢 搁在门上 门上有个什么 像石头 叼一个环 那个就是焦图 在宫殿里面 经常能看到 那么门子里面一个月 这什么意思 这是悠闲 而且你看 这个汉寺多美 关上门以后 有缝隙 然后能看见月光 您关上门还有空 看门缝里面 透出的月光 您多闲 那个汉子的意思 都在里面 那汉子是有智慧的 那我们现在 有很多简化字 改得一塌糊涂 那待会儿 我还得说 这简化字 改得毛病 所以这个 这是 这是 龙生九子里面的 焦图 那么这个 你要看 这几个 动物鸽的里面 这个酸泥 脊兽上面有 龙生九子上面也有 但是那个样子 都是狮子的样子 所以呢 古人 狮子的代称 就是酸泥 那么这个 西游记里面 写的这回妖怪 六个狮子经 编写这个名字 普老汇说 九子 对对对 我还差一个 龙生九子 谢谢提醒 我为什么喜欢 线上说说 我这数学又不好 最后差一个 就是图牢 因为图牢 我以前说书的时候 我说过 图牢善名 就是大钟 钟上面那个钟钮 挂钟那个钟钮 是个龙的形状 身体窝起来 我以前 在没有 智慧型手机的年代 没有微信 微博的年代 我最早的时候 带学生去后海 看四合院 是郭沫尔先生的故区 郭沫尔先生故区 那个垂环本外头 放两个鼓钟 潜能碾见 青铜的 然后那个钟钮上面 做的特别精致的 龙的身体 窝起来 然后那个爪子 探到两边 那个样子呢 就是龙的样子 那个东西就叫 普劳 普劳善名 我以前说书的时候 好像解释过这个 在一般的情况下不叫 什么时候叫呢 古人记载里面 普劳善名 但是欲经则名 就看见鲸鱼了 他才叫 所以呢 在寺庙里面 挂钟的那个钟钮 是普劳 撞钟的木锤 是鲸鱼 那个木锤 叼成一个鱼的形状 拿两根绳 或者铁链一挂 然后 这么一当 然后那个普劳 在那个上面挂着钟 当钟钮 然后下面这鲸鱼 往这一撞 那普劳 他上头一看 哇 鲸鱼来了 一害怕 就叫他 所以这是古人传说 普劳欲经则名 那么做这些设计的时候 就这样来设计 那那位普劳 也是龙生九子里面的一个 那 这个 咱们把这龙生九子 先搁在这 这个 翻回头来 还得说这酸泥 那 就是狮子 那你看西游记编 你说 黄毛狮子经 白毛狮子经 青毛狮子经 黑毛狮子经 棕毛狮子经 也行 但是 都给你编出名字来 而且有典故 那 我说了仨了吧 对吧 今天净数学 六个狮子经 我说了仨了 脑狮 血 狮 酸泥 第四个是什么呢 第四个 你要看西游记原文 尤其今天有小朋友 你们回去 听完书以后 回去看一看 西游记的原书 上面写叫什么 叫白泽 你说这跟狮子有关吗 怎么给狮子经 起这么个名字呢 白泽 神兽 而且这个是个上古的神兽 特别的古老 那么这个神兽 长什么样呢 据说很古怪 有的人说 这是羊头 有人说 是这个 是各种造型 但是呢 基本的身体状态 体态呢 是狮子的形状 长一身白毛 所以叫白泽 而且这个神兽呢 张代的夜航传里面 也记载 说东望山 有神兽 名白泽 王者有道 明朝幽远 则白泽自治 就是统治者 这个皇帝 如果是有道明君 不管自己管理这个地方 有多大 明朝幽远 所有的地方 老百姓都能感受到 这位王者的那个 品德 那德行 然后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神兽白泽 自己就会来 而且这白泽呢 能言语 就会说人话 他能跟你交流 我没跟他交流过 轻易见不到 为什么呢 没有有道明君 谁见过呢 皇帝见过 就是最早的那位 元祖的那位皇帝 皇帝东旬的时候 白泽自己来了 跟皇帝 曾经有对谈 这个神话里面有记载 之后 很少见到白泽 就证明了 无道的时候居多 这个神兽不大容易出来 这是白泽 就是他的身体 也像狮子 所以给他 起这名字 跟这白泽有关 这是四个了 那 第五个 这个必须要特别说 第五个狮子经叫什么呢 听我说啊 叫博相 可是你要回去查原文 原文上写什么呢 团相 怎么写呢 提手旁 现在都简化字 这边呢 这个团怎么写呢 两行 一个大拐弯 两个大拐弯 加一点 这字特别丑 这个我们现在写 专业的专 简化字 就是两行 然后两个特别丑的大拐弯 也加一点 对吧 我们现在这个专业的专专一的专 都这么写 但是列位 我为什么提醒你 一定要会正体字 专业的专 不这么写 正确的中国字 不这么写 我们 我们现在这么写 这从哪来的呢 草书 草书写 专业的专 最后 减省笔画 变成两横 然后 这么一点 但是草书呢 要流畅的写下去 这两个大拐弯 没有那么愣 那 它写上去就好看 但是你非要把草书 变成正 变成正 正式的那个出版物的那个字 正确的字的写法 然后就变成两份 这儿一个大拐弯 这儿一个大拐弯 再加一点 特别的难看 那我平常写 写到这个字的时候 特别不爱写这个 这种写法 我都写 正体字 一横 中间 一个 日 一树 穿过来 一穿穿到底 底下加一提 一点 这是上半部分 下半部分 一个寸 这是专业的专 然后简化成 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 就是简化字的失误 我们写这个团 提手旁 一个专业的专 如果你写正体字 提手旁 一个寸 最后结束 对吧 这个字和搏斗的搏 您写写看 是不是很相似 是不是很相似 所以这是逼人的观点 没有任何人说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 买这个西游记的版本 国内所有出版社出版的版本 基本上都是简体字 那甭管作家出版社 什么广西出版社 包括某某书局书 这个都是 都是这样的 那然后这个 您要看 写到西游记 写到这一回 那 万灵竹街山 九曲盘幻动 这六个狮子经 写到这第五高 都写提手旁 一个简化的专 就 然后您要看这个 原本 念的话 就是团象 那这个妖怪的名字 就叫团象 可是团没法解释 团什么意思 捏 把大象捏捏 变成狮子了 捏大象出来 那什么意思呢 没法解释 西游记的作者 叫吴承恩 吴家 不能如此荒谬 对不对 古人写东西 不能如此荒谬 他这么起个名字 前面酸泥白泽 都有典故 都能说得出来 到这儿 捏一项 这怎么解释呢 他说不通 所以应该是什么 必人解释 正确写法 应该是提手旁 和这边 那个繁体 那个专业的 很像的 搏斗的搏 所以这个 这个妖怪的名字 叫什么 叫搏相 我 我这样来解释 不是没有道理 我后来查了 台湾出版的 繁体字版本的 西游记 查到这一回 原文是第89回了吧 到这一回的时候 我看了看 写到这个妖怪名字 就是搏斗的搏 简体字之物 那些编辑们 只认简体字 你看到这儿 这是团 就给它简化成 团东西的团 我猜想 可能是这样简化来的 然后就 一错再错 就错到现在 就变成团相 所以您今天听我念 搏相 不是必人 念错了 是我给它纠正过来 应该是 搏相 不是团相 而且是有典故的 那么叫搏相 什么意思呢 狮 搏相 兔 皆用权力 这是古人有写文章 用到过的典故 就是狮子和大象搏斗 那么大的体量 大象 或者狮子和一只兔子搏斗 那么小的一个兔子 狮子跟这两种动物搏斗的时候 皆用权力 一点都不省事 跟大象和兔子 打在一块儿 狮子都是这样的 叫狮搏象兔 皆用权力 而且呢 以前有人写这个文章 也单独用 狮子搏象 皆用权力 也有这么说的 必人说书呢 经常 标榜一个 叫言必有据 必人隔壁的博物馆 有一件传世的书法作品 当然是复制 大家放心好了 这个 这件书法作品叫什么呢 宋代 宋四加之一 叫米符 米符写的 鼠素贴 米符当年得到一个四川产的丝织品 上面都织出乌丝兰 就一格一格都给你织出来 织得特别的好 极其 做工极其讲究的这么一 一段丝织品 然后呢 米符在上面拿毛笔写 诗 最后 这篇书法流传于是就叫 鼠素贴 千丝万丝之城 而且精工细造这么一块 丝织品 米符拿起笔来写的时候 特别的用心 所以这篇鼠素贴 是从头到尾极其精彩的 米符的代表作 后人看到这个米符的 鼠素贴的时候 大家赞赏 其中有一位 这个人是明朝的大收藏家 也是大书画家 这个人叫董奇昌 那 董奇昌看了这鼠素贴之后 在后面提拔 写了两句话 说这个 这篇鼠素贴看完 如狮子薄像 皆用权力 就看出来当初米符写这篇字 没有一笔枸权 特别用心 从头到尾一气呵成 那然后董奇昌称赞 这应该是平生 最得意的一件作品 有这个有这个把尾 待会我撒着书 我给你拍下来 今天晚上欢迎大家 观众逼人的微博 我发严密有趣 所以这个就是狮子薄像 所以逼人的解释 到这儿 这个邀请叫薄像 有点 有典故 有来历 无视国产 这些诸位还没完呢 六个妖精了吧 说了五个了 还差一个 最后这妖精叫什么呢 叫福犁 趴福的福 犁猫的犁 照样有点故 这点故是什么呢 比人一说这点故太感慨了 建安十二年 比人说三国 说了一百多讲 那也好 好多个小时啊 这个说下来 半部三国演义说完了 那然后现在呢 我这西游记呢 也接近尾声 好多朋友 见着我说 您说完西游记说什么呀 说别说了 太贫了 那别说了 我这这么多年 得不得得不得不得 我够了 不说了 疯嘴 那我做一拉锁 那东西胶条 都给贴上了 但是呢 好多朋友说 您最好把那后半部 三国演义说完 看吧 争取吧 这个 我费了好多年 也说了前半部分 三国演义 我这后半生 能不能把 这个后半部分 三国演义说完 真不好说 我这么多年 这个西游记 今年将来的 差不多有希望 西游记 我说了这么多年 今天这儿有初一的小朋友 你们是初一吧 初二的 欢迎 欢迎你们常来 等你们 一直 初三毕业 升入高中 等你们上高三的时候 到高三毕业了 我争取呢 等把这个 三国演义说完 然后 然后大家捧场吧 这个 我是任来风 然后有人捧场呢 我们基本上还可以 继续说下来 那 就是就剩完了 啊 就剩一个观众呢 我还是说的 那 剩两个呢 我也说 那一个都不剩呢 我也说 哈哈 我怎么那么大意 我说 一个都不剩 我就别说了 这个 我还真没有那个 录竞场的那个习惯 特别的不习惯 就是 就 大家都没人 然后 每周四中 我冲出 我还真没有在演 因为有艺术家们 他们经常都是 竞场录音 我冲着一个麦克风 嘖不嘖嘖嘖嘖嘖嘖嘖 就能说 我没有这水平 我就是 我必须得有人听 对我观众 配合我 这个 而且 特别感恩 这么长时间 好 好 很多朋友 这个 长 这么长时间 一直一直听下来 那 这个 谢谢大家 但是咱们还就回来说 看这狮子经 咱争取 现在有 现在有生之年 把西游记说完再说 这个 三国演义 还不忙 起码我还 我还能活一点 这个 这个西游记 先结束再说 那么这个 说到这儿了 这个 最后这个狮子经 叫 福利 这个典故呢 跟三国有关 建安十二年 曹操 北征乌环 哎 对 你要看 三国演义 写的这回故事 回目叫什么呢 国家一记定辽东 这回故事 曹操 灭了袁绍 袁绍的儿子 互相 争权夺利 后来 大儿子袁潭也死了 袁绍 袁绍 逃往辽东 曹操呢 要斩草除根 带领兵将 征扎辽东 那 所以说到这段书的时候 叫曹操最后 北征乌环 那 那乌环的首领 当时的蝉鱼 叫 踏毒 写出来呢 也有人念 就按着字念 也可以 就是 踏地的踏 那一顿饭的那个顿 你要按字念也行 就是踏 踏 大概也可以 那 但是也有人念 毒 就是因为 秦末的时候 有那个匈奴的蝉鱼 叫 墨毒 叫墨毒 也是这个 这个 一顿饭的那个炖 那 所以这个 当时的乌环的蝉鱼呢 叫踏毒 曹操北征乌环 出了件事 到乌环 就现在 辽宁省境内 那 东北一带 路过一个地方叫白狼山 我不知道现在 东北还有这个 名声吗 不知道还有没有 反正在辽宁省境内 白狼山 就在白狼山最后 有个决战 叫白狼山之战 最后灭掉这个 乌环的首领 但是路过白狼山的时候 曹操的军队 遇见狮子 狮群 不止一头狮子 那 大概有这么 两三头 因为狮子本来都是独居 那 很难说 一大群出来 那两三头 这就算群了 那 但有这么两三头狮子 非常的凶猛 那么曹操的军队呢 就和这个狮群 搏斗 但伤亡惨重 很多兵士都受伤 而且奈何不了 这些狮子 抓不住 而且这狮子一叫起来 声音特别的大 所以佛教里面 经常说一个典故 叫狮子吼 佛祖说法 佛菩萨的说法 可以震动 外道 叫狮子吼 那么当初 曹操带领军队 来到这个白狼山的时候 遇见这个狮子 这么多兵士 都抓不住这狮子 曹操呢 坐在战车上 亲自指挥自己的 亲兵 卫队 上前 增援 和这狮子打 但是呢 也耐和不了这些狮子 而且这些狮子呢 越杀越近 越杀越近 离曹操呢 很近很近了 曹操呢 就站在自己 这个战车上了 突然之间 从这白狼山上 山林之中 窜出一只洞 这洞如梨 就是梨猫 有的书上解释说 狐狸不是 就是梨猫 像猫一样的动物 那 村上这么一个梨 出来 然后呢 这梨子自己 跑到曹操这个车 车上 他蹿 蹿到这车上 这样 往这儿一呆 这狮子跑到这个 离着曹操车 很近很近的地方 看见这个曹操车上 这梨子 急刹车 这狮子全站住 不往前跑 然后曹操车上 这只 你想 壮如梨猫 就这么点一小玩意 小动物 从这车上 窜下来 一蹲 就跳到这狮子的脑袋上 跑到这狮子脑袋上 这大头 这狮子 往地上 这么一 啪 一动不动 浮于地上 所以留一个点 不利 那有人说 这瞎编了 不是 曹操 因为有这个 壮如梨猫 这小动物帮助 这狮子不敢动了 所以军事们上来 把一只 一头狮子给杀死 另外呢 还捕获了另外一只狮子 抓住 活捉 装笼子 最后运回去 运回去以后呢 据说 三千里 方圆左右 鸡不鸣 犬不肺 这样 那你叫狮子的威力 但是 狮子的威力 见着这只狮猫 就爬下 这只狮呢 可以降服狮子 多大的威力 服狮 有点故吧 那这点故 必然不瞎说 家里有几本贤书 还是有好处 我家里 我就是看到这个 想到这个西游记 写的这回故事 这么多狮子经 每个名字都有典故 每个名字都能说出 子无毛友 最后这个福离 这是什么典故呢 就瞎琢磨 瞎翻 翻来翻去 哎 家里有本书 这个人 叫什么 叫张华 什么时候人 晋朝人 西晋 离曹操那个年代 其实很近 魏晋南魏朝 那汉末魏晋 所以这位张华呢 就是西晋时候的人 写了本书 叫博物志 所以毕人今天说 这个福离的典故 全部来自于 博物志的记载 那 而另外呢 这张华呢 刘传于是 还有一篇文章 叫什么 叫女史珍 女史珍呢 后来有一位大画家 根据这女史珍的原文 画了一张名作 长卷 一段原文配一段图 一段原文配一段图 为之女史珍图 画这张画的人呢 姓顾明洪 明凯之 自长康 小明虎头 顾凯之 也是近 魏晋时期的 最著名的大画家 刘传于是 这位顾凯之 画的这个女史珍图 其中有一段 白女子 跪在地上 对镜梳妆 那 然后旁边配了一个 西进张华的原文 写 人贤之修其容 莫之 是其性 性之不适 或千里正 辅之早之 科念作舍 这是西进张华的原文 配着旁边 然后 就是人都知道 修饰自己容貌 不知道修饰自己品性 品性不端 就会做出违反礼教的事情 然后顾凯之配图 就是女子 对镜梳妆的样子 那 高谷游丝苗 细细线勾勒 非常精致 但是现在流传于是 都是后人的魔本 那 而且最好的魔本 藏在大英博物馆 那个 顾凯之 还有一些作品呢 叫 《落神富途》 这回故宫的展览里面 好像也是后人的魔本 这都是名作 那 说到这儿呢 咱们就插出来一笔 咱翻回头来 再说这狮子旧 六个狮子丁 那 名字都说全了 各有典故 九龄元圣一声令下 带着自己 七个狮子孙子 另外呢 洞中的大小妖魔 跟随这九龄元圣 离开九曲盘桓洞 驾云而起 直奔爆头山虎口洞 离着这爆头山虎口洞 还有一段距离呢 这些妖魔鬼怪在云端提鼻子一文呢 嗯 怎么 恶臭 另外呢 烟火之气 呛鼻子 顺着这个 方向这么一看 爆头山虎口洞 那个方向黑烟滚滚 这个时候火已经熄下去了 但烟还未知 另外呢 这个风一送 那个烧尸体的味道 腐臭难闻 烟气呛鼻 这黄石精在云端一看 哎呀 爷爷 他们做事也太绝了 这叫杀人放火 爷爷你要给我报仇 血汗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